到機場 三年沒來了 機場的時候發現人潮也是蠻多的 到機場了 三年沒來了 來這裡是三年前 如果有一個世界在一起 我會失去我的心 如果這世界真的會永遠 我會選擇你每次 全新的情節 全新的 decid 我會選擇影片 喜愛 我剛才知道 你們有 我看你了 你能不能再靠我了 你能不能再靠我了 你快 You say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So if you love me then Tell me how much longer do I have to wait I'm not getting any stronger I'm losing my faith And I could be wrong But I swear it's true Even if the world gives up on us I won't give up on you I won't give up on you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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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Lindy 看到我穿长袖就知道 我已经回台湾啦 非常的开心 那我现在要来分享一下 我在张仪机场 还有飞机上的人潮状况 以及大家的防疫措施是怎么样 我的飞机是 11月26号的早上 8点10分 我一样是提早两个小时去张仪机场做Chain in的动作 那我大概是6点多的时候到张仪机场 到张仪机场的时候发现人潮也是蛮多的 新加坡在2022年的8月29号呢 已经放宽对戴口罩的限制 所以没有规定一定要在室内还有飞机上一定要戴上口罩 就是看个人这样子 进去机场的时候 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戴上口罩 只有少部分的人会把口罩拿下来 人潮的部分也是蛮多的 早上那时候6点多就已经蛮多人的 就我还蛮惊讶 不过也很开心 慢慢的已经开始恢复到以往的生活了 拿完登机证将行李扑运之后 我就进去到免税店 机场的商场也都是开着的 人潮也是不少 就是也是蛮多的 买完半收离之后呢 就准备要登机了 我这次大的航空公司是新航 我的飞机是11月底的飞机 那我差不多在4月的时候我就开始买机票 那时候在新航上面的官网看是 大概要1万5左右的台币 不过我很幸运的是 我发现在台湾的旅行社买新加坡航空 票价比较便宜 大概是落在1万左右 对比起廉价航空 差不多1万左右的价格 所以我就在台湾的旅行社买了新加坡航空 上飞机之后呢 飞机上的座位几乎都坐满 我的飞机是在机尾巴 所以我就这样一路走过去之后 就发现位置几乎都是满的 只有大概4到5个位置是空的 那大家呢 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有戴上口罩 看到的大概2、3位到3、4位 是没有戴口罩的 大家的防护措施呢 没有像以前这样子 穿了很多的护目镜跟防身衣 几乎都是只有戴上口罩 吃飞机餐的时候 飞机餐上面就有附 搭手的消毒纸巾 吃飞机餐的时候就是擦完消毒纸巾 之后把口罩拿下来 就很正常的吃飞机餐 感觉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担心或害怕 吃完之后就会把口罩戴上去 当然能恢复以前的生活了 那这支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开始慢慢开放出国后的 机场状况还有飞机上的状况 之后呢我也会拍一支影片分享 从新加坡飞为台湾 台湾的机场状况 还有零加期的防疫政策的措施 是怎么样 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咯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耶我到了 然后刚刚买肉双被检查 现在要去找爸爸啦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